READ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瑪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初配 想要感受一下氣度恢紅的遊戲史詩嗎 那就不能錯過這款戰亂之聲喔 因為這款遊戲的音樂實在是太讚了 好啦 現在我也不多說了 趕快來看遊戲的介紹吧 2012才剛開始 國內遊戲龍頭至關科技 就為玩家聳上大禮了 韓國Valove Global Limited公司正式宣布 將於2012年正式進軍台灣遊戲市場 推出大型NORPG遊戲 Call of Chaos 在台灣暫時定名為戰亂之聲 並且與至關科技結盟 獨家使用MyCar作為儲蓄系統 計畫於2012年上半年正式推出 戰亂之聲由韓國原廠研發 以細緻雕琢的畫風 展現出西方中古世紀的華麗風情 強調遊戲操作簡單 容易上手 遊戲採用3D製作 遊戲進行中可短時間內 進行磅礡的團體戰系統 並且具備故事隨選系統 讓玩家更自由地體驗遊戲內容 另外還邀請日本知名音樂人 山下康介為遊戲製作了壯客有氧的配樂 水準之高可說事不言而喻 相信會成為玩家的一大享受 也請玩家不要錯過囉 時間過得非常快 有全球超多玩家支持的一款遊戲 暗黑破壞層3 系列 已經推出15週年了 現在看到這些精彩的回顧影片 還讓玩家們真的是非常感動 不過我覺得還是趕快把暗黑破壞層3 完成會比較實際一點 因為大家都等不及要玩了對不對 講到美國BRISA公司的三大招牌遊戲 絕對少不了 魔獸世界 星海爭霸 以及暗黑破壞神啦 而暗黑破壞神自從1996年 推出至今已經15年 人氣歷久不衰 而在去年10月舉辦的 BRISA COM 2011暴雪家電華 暗黑破壞神3更是萬眾矚目的焦點 當玩家還在引頸期待 暗黑破壞神3何時推出的時候 暗黑破壞神已經歡度15週年了 而BRISA也特別製作一段 暗黑破壞神15週年紀念影片 讓玩家一起回味當年的感動 1996年暗黑破壞神剛剛推出時 玩家為了捍衛聖休亞瑞大陸的和平 抵抗破壞之王迪亞布羅的邪惡野心 在暗黑破壞神2遊戲中 帶來四個廣大的世界 玩家還要面對四個更兇惡的地獄惡魔 五大職業 允許多人組隊戰鬥 更讓遊戲人氣歷久不衰 至於萬眾期待的暗黑破壞神3 又會帶給玩家怎樣的驚喜咧 就等遊戲發售後 玩家們親自感受吧 說真的我萬萬沒有想到 布袋戲竟然可以跟三國題材沾上邊 看史燕文跟常進能大鬧三國演影還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影片的介紹吧 讓張飛打月飛這種超搞怪劇情 已經不算是爆點了 要讓布袋戲來PK三國英雄那才過癮 與君奧丁自製遊戲三國群英傳2.5 online 就與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合作 讓布袋戲中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 包含史燕文 藏進人 黑白狼君等等 來三國群英傳2.5 online 客串演出 讓布袋戲英雄大戰三國武將 還有雙版本的遊戲設定 果真是超新奇的創意 大家別錯過喔 就要過年了 大家有沒有想到玩什麼遊戲呢 如果沒有的話按把這邊推薦大家 剛好在過年期間有一款遊戲會推出 那就是劍魂5喔 讓玩家們可以享受刀劍對決的快感喔 所以過年的時候 趕快呼朋一伴一起來PK撕殺吧 萬代男夢公宣布 他們招牌刀劍格鬥遊戲 劍魂5已經開發完成 預計今年1月31日正式推出 到時玩家就能感受到刀劍對決 正邪對抗的爽快戰鬥體驗 這次劍魂5橫跨17年的道光劍影 不但讓故事內容更豐富 當然也代表有更多的人物選擇 除了前幾代遊戲主角會登場之外 當然少不了新生代主角們要大顯神威啦 甚至連刺客教條系列的主角 艾吉歐都會來客串演出類 但是如果遊戲中的主角造型都不喜歡的話 那就不如自創角色吧 遊戲有提供包含人物創造系統 紙娃娃造型系統 快速迴避移動等等 讓玩家能展開激烈的攻防戰 不過既然劍魂5要玩家刀扣填寫 當然要小心被一擊必殺 如果玩家累積足夠的憤怒量表 就能施展威力強大的 致命刀鋒超必殺技 用強力的連續攻擊來扭轉局勢 甚至讓對手直接說掰掰 可說是反敗為勝的最佳武器喔 另外劍魂5也被列入全球最大格鬥比賽 EVO 2012 看來遊戲界又將吹起刀劍格鬥狂潮啦 Soul Caliber 5 最近電影《福爾摩斯震撼》 讓大家見識到名偵探驚人的推領能力 但是在遊戲界就沒有名偵探嗎 其實有的而且是兩大天才聯手出擊喔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是哪兩大天才吧 日本Level 5公司與Capcom公司聯合製作 將在任天堂Sandius掌機上發售的 解謎法庭冒險遊戲 雷頓教授VS逆轉裁判 讓身為考古學家的雷頓教授 與身為律師的陳布棠龍一 攜手合作來解謎 而為了讓兩位時空背景都不相同 但是都擅長推理的天才 彼此能夠一起聯手合作 遊戲舞台將會設定在異世界的 中古世紀都市迷宮市 是個魔女魔法真實存在的神秘城鎮 迷失到這個異世界的雷頓教授 以及陳布棠龍一 將遭遇前所未有的案件 魔女審判 在這個一切嘗試都不適用的異世界法庭 要如何對付終極的犯罪者說書人 玩家又是否能看穿隱藏在矛盾中的真相呢 就等玩家動腦筋來解謎囉